這個身心靈當中 身體、心智、情感以及你的心靈 其實它是整合著你的生活的固定 可是我們大部分在職業工作的時候 我們會把我們的時間資源 特別是在離開學校之後 差不多兩三年之後 一直到你差不多四五十歲之間 其實你會把大部分的資源放在你身上 那所以最後其實你會產生一個不平衡的現象 那這個不平衡的現象其實就可以說明說 你花越多的時間在工作 其實不一定效果很好 舉個例子來講 我想如果你不花時間在身體的運動上 那當然就是你的體力往下降 專注力量往下降 那如果你不花時間在心理 就是這些事有什麼意義 那很可能工作到最後你會有一點說 那我花很多時間我目的在哪 所以很有趣的是我們一般的專業工作者 你不要看他的知識程度很高 但事實上在人生時間分配的智慧上 是無知跟疏忽的結合 什麼叫無知跟疏忽啊 所謂的無知呢 是他根本不知道不做運動 或者不去想心理的事 其實對他的工作其實是有損的 疏忽呢是他知道 可是呢他就覺得說這個戰場重要 那我自己個人的話 說不定跟在場 或者是很多的一些專業工作一樣 我大概從博士畢業之後 我進入職場 我到40歲的時候 我是拼命的工作 但是你相信嗎 我在40歲的時候 被診斷出有肝癌 所以那個對我人生是一個很大的憧憬說 他怎麼會這樣子 但是那時候我其實體驗很好 後來我才知道體力不能不健康 那我去問這個醫生 是不是我吃了什麼致癌物 是不是最近這兩年 我的生活形態有一些問題 醫生笑笑的說 你如果要有那個病 沒有個十幾年 大概是一發原期的 那我終於知道 我是一病 那時候我就回來解釋我的生活 我就發覺 果然沒錯 原來我就是跟一般的專業 都會怎麼樣 一旦進入職場之後 你會把大部分的實力資源 你去放在你的工作上 好像也沒什麼錯嘛 對不對 那所以從那個之後呢 其實當然後來呢 我發覺還好學良性的 那麼我痊癒之後呢 我就說 既然得到這個教訓 我就要改變這些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 原先的無知呢 是在於說 你一定不知道說 其實很多生理的事情 其實是跟你的工作 是有關的 舒服呢 是你一定知道要有運動 但是總覺得它是一個最次要的事情 那從那個之後呢 我就改變我們的生活習慣 那麼一開始運動 那事實上 其實運動 它會產生出很多的一些好處 我想今天如果是專注在運動 你可以看到說 TOPHEAD的董事長剛剛講的 他其實是會讓你達到一個 平衡的生活觀 我們人不是機器嗎 好 那所以即使是管理學員 也都會說 要做聰明的事 比方做很多很辛苦的事 所以聰明的事情 常常是需要一點留白 需要一些思考 啊那你都把它填得那麼難 那怎麼可能呢 那我認為說 運動本身 它有直接跟間接的好處 第一種直接呢 是它馬上速箭你的身心 事實上 它讓你產生快樂的要素 它讓你放鬆 這種東西 會讓你產生有一種經歷的感覺 你想想看 你再衝回這個 整個的一個工作場 如果的話 因為你做了變換 所以你一定當然會比較感覺 有經歷 或者說是比較快的 那這個也是一種競爭力 直接的關係 那另外一種呢 是間接的 那這種間接的很可能是什麼 就像在董事長這樣講的 其實在運動當中 會有一些空間 因為你轉換腦袋 所以很多的想法會放出來 真的 因為有時候 你在運動的時候 其實你也不能做其他事 不管是跑步啊 游泳啊 其實你欣賞這個 中招的一些環境當中 其實 某種程度上 它是一種放空 那這種放空 其實是讓腦袋休息 其實是有另外一種 奇怪的充電的關係 那你怎麼知道說 這種東西 有的時候就會碰出 就像剛才董事長這樣說 他在山上的時候 他會去思考說 那他接下來的故事是怎麼樣 那同樣的 我今天譬如說 我在跑馬阿松的時候 我就跟他剛剛 所得到的幾位是一樣 我大概是兩年前開始跑 我跑馬阿松的第一個感覺是 就是人外人 因為你在跑的時候 會發覺 那個看起來老老 或者是落落的 或者是那個女生 就這樣刷 把你刷過去 然後我們就會知道說 其實你還找到那個 那同樣的 我今年帶EMD的學生去跑 在那個隔壁四處 完全看不到四處方向 當你只能靠幾PS的時候 其實你在那個地方 欣賞大漠的風景的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看到 天地和城之大 但是呢 多常都會去放空去想說 哇 我們在走的時候 靠幾PS 那是一種方向的尋找 那種完全沒有目標 你只能靠幾PS的時候 其實你覺不覺得 人在那種光景 你會去想 那我的職業的下一步 要靠什麼 那種方向上 所以其實你一定轉換了 你現有的那個 工作團體的場合 你才會有新的那種 思考的 影響得出來 好 所以我想我第一段 大概不要說什麼學理 但是我會從人生的實踐 你從這個運動當中 去釋放你的身心靈當中 其實你會得到 直接或間接的效果 你只不要說沒時間 因為這個世界上 沒有時間問題 只有次取問題 你不相信嗎 你重要的事情 你就會排在前面的時間 最主要 所以蘇跟無知 分分的是 我們今天在市場上 可能對身心靈 你們最常看得出來